司法院 等於自己的權責 我調查要半年要一年要兩年要三年 立法院都不能問 社會大眾也不能問是這樣嗎 你下這個命題我不同意啦 好 那你就把你同意的時間跟大家講嘛 我剛剛講這個我們是一個民主法制社會 那任何人有 所以發生這麼誇張的事情立法院不能監督 基本的權利義務啦 對嘛所以我現在就要請教你嘛 監督這些 監督這件事情是不是立法院可以監督的 如果 我們放任 這樣子的事情的話以後大家都不要監督了 大家通通不要問 本院本於權責 願寄之間要相互尊重 所以你問的問題我無法回答 但我一定會接受社會大眾的檢驗 你在講什麼空話 兩位秘書長早喔 中秘書長 我們大概了解啦 您基於在立法院 可以是屬於行政幕僚黨的一個身份 所以對於今天這種高度 政治性 跟牽涉到有關於憲法跟法律解釋的問題 您在報告裡面 實在不太方便 表達太強烈 的看法 那不夠 在您 覺得方便的範圍內 還是想請教你一下 民主進步黨的 黨團總召 柯建民說 這個疾問疾答 當然是違憲的 您贊不贊成 馬尾委員 在這個裡面是各個國家對於憲政的設計 並不完全一樣啦 舉個例來講 華國憲法它是明在18條有明定的一個規範 那美國的國情 國情的報告 當然報告我總統就離開了啦 那我們的設計裡面 我跟各位這樣報告 其實憲法 綜修條文的時候 把這個 國民大會的職權移轉到立法院來 它是後面那一段是沒有的 就只有得向立法院做國情報告 後面那檢討 檢討意見 根本是刪除了 但我事實上是有意省略啦 但我直接就說我說事實上 是直接這樣寫 但是 當時在第2章之1 對 修法有真的5個條文 那當時在提案的委員 本身是國民大會代表出身的 那所以他就把那個 後面就加了這些 但是在 委員在審查的時候 又加了一個 後面的第2項 又總統性的答覆 大概我只跟各位 委員報告 這一個 現行的條文的背景 跟其他別的國家的設計上 本來就不會一致啦 所以委員所提的案 是要依序即時答戶 或是疾問疾答 以幕僚的立場上 未必表示意見 可由 審查會或到大會來 由各位委員 斟酌審視的一個考量 那怎麼結果 有行政上的配合 那當然在以立法院 幕僚立場一定是 全力配合的支持 謝謝 好 我理解啊 秘書長 你在職權上 未必表示意見 我相信委員 大家都同意 也不會為難你 不過 我提供一些 背景的資訊 給秘書長 做參考 現在啊 在高喊 說即問即答 當然違憲啊 的柯建民 之前 在2012年的時候 他是在野黨 三黨聯合提案 邀請馬英九進行國情報告 當時的柯建民是怎麼講的 當時的柯建民說啊 馬英九到立法院進行國籍報告 必須 採取即問即答 否則根本啊 沒有意義 秘書長你會不會覺得 這前後的主張差太多了 好 其實不僅僅是柯建民這樣講啊 當時還在當立法委員的潘孟安 後來是賴清德的競選總幹事嘛 當年他也是講啊 盼 總統展現民主誠意啊 接受立委即問即答 而且在賴清德當選了以後 潘孟安接受訪問啊 公開表示 被尋與否啊 會尊重朝野協商 就尊重立法院的決定啊 我希望 賴清德總統當選人能夠記得 他的幕僚長 他的總幹事啊 跟社會大眾 所做出來的莊嚴承諾 我下一個問題啊 是跟秘書長的職權就有關係啦 我相信對立法院的經費使用要公開透明 這個也是韓院長啊 之前所宣誓的 但因為我接到啊 一個檢舉 我接到那個檢舉我覺得啊 很納悶 所以我那個時候 接到檢舉的時候 我仍不在立法院 我就傳遞 給那個時候還在立法院的陳佳華委員 陳佳華委員啊 跟立法院的秘書處詢問 說 我們在2023年啊 本院就是立法院 購置了中華民國立法院專供酒 那些酒送到哪裡去了 是不是可以 請秘書處提供資料 結果 我們當時的秘書處的回函啊 是未便提供 秘書長你覺得這種事情有什麼國家機密嗎 我們花納稅人的錢買酒 酒送到哪裡去 跟他所知 還未便提供 秘書長您的看法呢 我想大概 我秘書處裡面是 昨天是有跟我報告好像是有跟 黃委員所 提的 好像有答覆 孔主長有答覆嗎 有啊這個就是我要給你肯定的 你上任了以後作風啊就跟以前不一樣啦 我 發函去要的資料 你馬上就有提供 但我覺得非常訝異的是什麼 我覺得非常訝異的是 我們去年立法院 花納稅人的錢 然後做金門酒廠的專供酒 一千兩百坪啊 秘書長你知不知道 最後一個月送掉多少 最後一個月啊 最後一個月啊送掉948坪啊 我光看那個數字就知道啦 那個酒消化不完啦 最後一個月喔 要離職以前喔 送了948坪出去啊 立法院 跟我們國際的貴賓 有禮物上面往來的需要 我相信納稅人都會接受 但 當你錢是這樣子花的話 我們都要對人民負責 那我相信 我也不太確定 今年 是還會 不會訂這個專供酒 那訂專供酒 喔 那要訂多少坪 我可能 就是提醒秘書長 提醒秘書長 斟酌一下喔 以前的 花納稅人的錢的這個專供酒 到底 是怎麼用的 為什麼我會提這個事啊 因為我就接到檢舉啊 檢舉當監察院院長 跑下去高雄輔選啊 已經很誇張了 結果他去高雄輔選的車上 竟然有立法院的專供酒 那大家就搞不清楚啦 檢舉的人在問啊 說我們立法院是錢太多是不是 監察院院長跑到高雄去輔選 已經很扯啦 結果輔選帶下去的伴手禮 車上是立法院的專供酒啊 秘書長你知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我這個高雄我 因為我2月5號才來 在我以前在當 公務長之前 大概因為都 酒裡面大概都有 跟委員大概都有一個 配合吧 現在還有嘛 就是有一個配合 我所了解是以前是都有 去年開始就沒有了啦 去年開始委員要買酒要送的話 你自己要花錢去買啦 因為我記得我在當副秘書長的時候 我所了解是大概是這樣 沒有關係啦 秘書長 我跟你說啦 這是前一任的事 我也不會為難你 我提這些例子出來 提這些檢舉出來 只是希望讓秘書長知道 也請秘書長轉告院長 納稅人的錢不可以這樣花 院長公務往來有需要 要送酒 我相信納稅人會同意 但是 如果 是按照上一屆 這種濫發的方式 甚至監察院院長下去 浮選帶著磚空酒還是立法院的 這件事情就稍微太離譜了 好 我們接下來請司法院的秘書長 秘書長 我上次質詢的時候 我跟你公開檢舉 我問說 請問 行政庭的庭長 可以施壓迴避 要求法官上簽 致請迴避嗎 我那天質詢完了以後 高等法 馬上發了一個新聞稿 說 我在立法院的質詢 是純屬誤會 我們行政庭的庭長 沒有我所說施壓的情勢 我們分兩段 這個新聞稿真的寫得太藝術了 他的意思是哪裡 哪裡有誤會 他是沒有要法官去自請迴避 還是有要法官自請迴避 但是 只是 請他自請迴避 沒有施壓 到底是哪一個 向委員說明 那麼 我們 我們 有接到這個 就是上一次執行之後 我們有請高院提出這個報告 那麼高院有提出這個相關的一些資料 那麼我們會 會加以這個釐清 加以釐清 那個高院提給你們的資料 是不是可以提供給大家 這沒有什麼秘密啊 這個 這個我們 這個就是說 這個在 憲政運作之下 各院之間 有一定的權責 那 都要按照 原則來 我先停一下 各院有權責 這個我同意喔 現在本院 包括我個人 沒有要代替法官審判 但是 這一種 在審判外的行政施壓 是全體國人最痛恨的行為 立法院當然可以監督啊 按照現在高院給你們提供的資料 高院喔 發新聞稿喔 指著我的鼻子 說我純屬誤會 那就要跟大家講清楚到底是哪裡誤會啊 行政庭長有沒有下去 要法官叫他自行迴避 有還是沒有 這個我們會 本意前責來釐清啦 這麼簡單的問題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這個各院喔 宴記之間有一定的 這個 職權 一權責來處理啦 所以你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宴記之間有權責 所以我今天在這邊不能問 這個事情全體國人 沒有資格知道 這個當然我們任何作為都要接受檢驗 對啊所以我現在就在檢驗請你回答啊 那因為這個都涉及到相關人的權利義務啦 這個在整個我們民主法制化的過程喔 這個也要合乎一定比例原則來 來加以 請問我剛剛請教你啊 這個行政庭長有沒有下去叫這個法官自行迴避 這件事情是哪裡違反比例原則啊 這個我們會 會來釐清 會釐清 需要多久的時間 這個 我們有一定的這個 我們會事實來釐清啦 事實是多久 半年一年還是兩年 我們當然會合乎時矣 合乎時矣是多久 一個月夠不夠 這個我看因為這個涉及到 每個人的他的權利義務啦 喔 那該進行的程序我們還是要進行 因為 我同意啊你該進行的程序要進行嘛 那我只是問你要多久啊 連這個都答不出來喔 這個是個院 我們事實法院有一定運作 我們會當然 就按照你們運作的規則 你就給大家一個答案你要多久嘛 這個不是 我們會按照我們的這個 本意權責嘛 那當然我們的做法也一定要接受檢驗嘛 喔對所以你本意你的權責 是要多久 然後你說要接受檢驗 我站在這邊問你又不回答 在那邊跟我打高空 我問的問題很直接 而且我不覺得我問的問題有哪裡違反比例原則 就這麼簡單的事情 市長有 因為這個東西跟個案審判 沒有 不是事實層面的東西 這怎麼會是院記之間的那個呢 這不是吧 這個是你們就應該處理的事情啊 蘇法院也有一套 穩定運作的模式啦 因為我知道院記是因為法官獨立審判 你們不能介入嘛 接受社會的檢驗嘛 你不能介入的是獨立審判 並不是說就這個 這個 這個程序上面或什麼 這有問題你們不能管 處理流程當然都要接受檢驗嘛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所以我就問你處理流程要多久 有這麼難回答嗎 當然施法院要本於前者來處理啊 你當然要本於前者來處理 我現在就問你要多久啊 那這個不是 數學體的問題啦 這個本來 這不是數學體的問題 你們要求法官 一審什麼時候要終結 多久要終結 要不然就要管考 你們可以要求法官 立法院不能要求你們喔 宴記之間有一定的糞跡啦 有一定的糞跡 所以你就是沒有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對了 並不是要不回答 我的回答就是這樣 那個 這樣好不好 就是說 因為他就是 民主黨這邊一直沒有回答 民主黨可不可以給 那個黃委員一個 確定的 時間 大概多久內 你可以給他回覆 這個不是數學體啦 我覺得在我們一個 所以按照你的說法啦 司法院 本於自己的權責 我調查要半年要一年要兩年要三年 立法院都不能問 社會大眾也不能問 是這樣嗎 你下這個命題 我不同意啦 好 那你就把你同意的時間跟大家講嘛 我剛剛講這個 我們是一個民主法制設 是 那任何人有 所以發生這麼誇張的事情立法院不能監督 基本的權利義務啦 對嘛 所以我現在就要請教你嘛 監督這些 監督這些事情是不是立法院可以監督的 這個 我剛剛強調嘛 各院之間 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們法官內部可以搞這種事情 立法院不能監督 社會大眾不能問 司法院這麼大喔 我們當然要接受社會各界的檢驗嘛 這個一定 而且 你怎麼接受檢驗 連這麼簡單的問題都不回答 要給你時間 你又不講時間 按照你今天的說法 就是要搞多久就混多久嘛 因為後面的委員 這種講話我並不同意 不是啦 主席 我一定尊重後面的委員 他完全在浪費大家的時間嘛 他有回答問題嗎 這個就是我的回答 我的回答 沒有啦 因為齁 如果啦 我這樣講 如果容許這樣子的回答 以後大家都不用尋答了啦 我懂啦 每一個齁都說 願記有願記之間的權責 彼此之間要相互尊重 什麼時候要給答案 這個我沒有辦法回答 願記之間要彼此尊重 那這個齁 這個是不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就很明確 司法院對這問題根本就不回答 我想這就是結論嘛 我們再時間再拖下去也沒有 沒有 那個 所以你什麼時候要回答嘛 我看就這樣 我們就不要再爭執了 不要耽誤到後面委員的時間 所以我並不是說不回答 我的回答就是這樣 那個 我想說我們就先暫停好了 因為也問不到結果 好嗎 不是啦 我這樣講好了啦 如果 我們放任 這樣子的事情的話 以後大家都不要監督了 大家通通不要問 本願本於權責 願記之間要相互尊重 所以你問的問題 我無法回答 但我一定會接受社會大眾的檢驗 你在講什麼空話 會後請他們說明好了 這比較不好意思 OK好 敬重主席 好謝謝 謝謝 謝謝